天愿 我这次没有喝醉 我也不想装出性感的样子诱惑你 但是我想告诉你 跟你在一起 我愿意 张总 不好啊张总 我们一大笔队班 全没下在海湾了 马上 马上我们就要赶不上了 我走那家 是啊 你说到星期我立刻还不来 天愿 林总这点 林总那边最多延期一天 我已经紧急调货了 我们俩还来得及 文总 这件事情我总觉得有欺求 怎么说 这笔订单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订单 我这阵子都很小心近身 怎么会偏偏在这个时候出问题 你是说 你们谁 到底是谁 应该 不会吧 天愿 你这阵子很忙吗 嗯 最近发了一个棘手的事 我都解决了 那就好 你好好休息 我就先回了 你 这就走了 天愿 天愿 我这次没有合罪 我也不想装出性感的样子诱惑你 但是我想告诉你 跟你在一起 我愿意 我还真当你是和尚不开婚呢 要不要我再向你正经一下啊 我是不是和尚 好了 别闹了 天愿 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很幸福 我也是 你这小子 当真是个混蛋 天愿意 最近心情不错嘛 有啊 有啊 看你满面桃花的样子 不会是新找女朋友了吧 谁啊 公司的吗 他 那个他 我开玩笑的 我开玩笑的 再说了 你现在可是我的得力感将 如果要是有别的女人 占了你的工作时间 让你分心了 我可是会骂你的 你放心 工作我一定做好 我相信你 好了 改天有空 我跟你下厨 靠来靠来靠你 好 谢谢文总 走了 天杰哥 有什么话 是不是要当面说的 也没什么事情 就是想跟你聊聊 薇薇 你是不是又新交男朋友了 天杰哥 是有接触一个人 薇薇 你说你年纪这么小 也没经过什么风浪 你可千万不要被别人给欠了 天杰哥 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张天宇那小子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你怎么知道他的 他是不是告诉你 他是个合戴 是不是在你经常 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被揭示出去 他跟孟瑶娜的贱人 就是一伙的 他想模仿的 他只是一个司机 天杰哥 你说谁 薇薇薇啊 我说的不就是张天宇吗 之前我无意间 看到了我们 我仔细地想了一想 他不就是 孟瑶身边的一个司机吗 不可能 天杰哥 天忆他不可能骗我的 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 孟瑶他埋怨我 之所以跟我离婚 他把一切的罪责 都怪在你的头上 他俩肯定是你活的 张天宇接近你 就是为了报复你 别说了 他所说的公司的什么身份 都是假的 我说够了 别说了 事实我都告诉你了 你要不信的话 你先去他们公司看一看 看看那两个家人 是不是在一起 天宇 你回来了 快 你做了一桌子呢 哇 微微的手艺 五星级大车也比不上 那是 即使是吃个人的饭 我也能做 哎对了 你什么时候 让你员工 你也来家里吃一顿饭 我给他们 做一顿大餐 他们哪来的好服气 能吃上你做的大餐 不就是想见你朋友吗 你说 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 我还没有见过你朋友呢 这样 最近有一个项目 他们都去忙了 等这事过后吧 好 哦对 你今天干什么 我今天 见了一个老朋友 天杰哥你认识吧 算认识吧 这个圈子就这么大 认识谁也不认识 是啊 天杰哥最近跟我抱怨来着 他跟他那个前妻离婚了 他那个前妻好像也是做梦里的 哎天宇 你认识吗 可能认识吧 具体也不太熟 来来来吃饭吃饭 回家就不谈工作的事了啊 啊对了 这周末君有空了 我们去吃海包啊 好啊 好啊 姐姐 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效 哎 这个公司的订单太难做了 哎你看这个 这个就很不错 今天下了五千万的订单 怎么着也有八千万的利润 有了这笔钱 天宇 你想买什么 想什么呢 啊 文总你刚说什么 一看你这状态就跟女人有关系啊 说 又遇到什么麻烦呢 嗯 我没事 你小子 那个 文总 嗯 你还恨南薇薇吗 说实话啊 当时 看清风天杰的真面目之后 我就不恨她了 但也不能否认她就是个见惠的事实 我可告诉你啊 这种女人最擅长的就是不惑男人心 你可不可以注意点 我 我不会再 如果哪天她要来找你的话 你可以一定告诉我 嗯 好 走吧 喂 天宇 我今天工作刚好到你公司这边了 我想去找你 好 呃 薇薇啊 我这边可能不太方便 呃 有个客户等着开会呢 呃 要不 我等会儿带你吃大餐 呃 其实我就是想你了 好吧 那我先回家了 小赵 文总在不在 不要赶紧拉出去了 喂 薇薇 听得懂啊 呃 刚才有个客户耽误了 没事 嗯 你在哪儿了 我要找你 天宇 你最好了 嗯 不错嘛 张总 还挺像样子的 还行吧 赚点钱 党家呗 其实 我一直挺害怕的 害怕 你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 你在担心 我在骗你 现在呢 相信了吧 好 我回到我们工作吧 当然了 我回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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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总 孟总 嗯 董事长快回来了 让我准备办公室 需要和你去联系 好 你知道了 你上去吧 好 伯伯我还有点事 你先回去吧 工作准啊 那我就先回去了 今晚早点回来 哦 刚刚那个 你是一个 是我的东西 好啦好啦 你忙吧 啊 我送你 嗯 好 你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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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忙吧